龍通龍很粗脆耶 在台北開一下 那台就開到 開到林甄北路了 你可能過了十年 二十年 你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你的隱私文化的改變 你可能就看不到這道菜了 研究你的日常好料 歡迎收看老無料理研究所 哇 今天不得了了 又要幹嘛 今天要來研究一個小吃的歷史 又是小吃 小吃歷史真的是很悠久 很多都已經無從可考了 但這個還有得考 有得考 對 那就好 因為查得到 我這樣還可以考老無 來來 拿出來拿出來 就是它 雞肉飯 雞肉飯 它滿有特色的 講到雞肉飯 大家就想到什麼 火雞 想到火雞就想到什麼 嘉義 這個有沒有像嘉義 道地 那麼道地 台北的口味 怎麼知道台北跟 價義差在哪裡 我都還沒有研究 光看這個就不是火雞肉 這是一般的雞肉 這個紅蔥頭它不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蓋起來 我還想說你要講個很厲害 沒有啦 還有這個紅蔥頭看起來有時候是 跟那個油是拌在一起的 所以會感覺上會不同 而且它沒有黃瓜 這一看就知道北部了 沒有黃瓜 就是一直縮減一直縮減 會不會以後連雞肉都沒有 雞汁拌飯 有這個是不是 對 叫跟你研究了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雞肉飯最早起源於1949年 由林天壽先生所創的 林先生呢 店本身是賣滷肉飯 當時因為物質環境的不佳 要過年過節才有雞肉可以吃 結果林先生用他的創意 把切片的火雞肉 來搭配白飯 隨後這種雞肉飯呢 盛行全台 吃完之後 我覺得要教大家 做一個好吃的雞肉飯 到底要怎麼做 來吧 上食材 雞肉飯到底要怎麼做 分做三個元素 喔 哪三個 第一個 雞肉飯上面淋了蔥油 非常重要 第二個 湯頭要怎麼調 湯頭 雞肉飯有湯頭 不用淋一個湯上去嗎 喔 對喔 你居然有沒有吃過雞肉飯啊 就算有吃過 觀眾會知道嗎 對不起 對不起 另外一個就是雞肉怎麼處理 因為它是雞胸肉 我今天就買了兩副 就是防土雞 那為什麼用防土雞呢 對 也不用火雞呢 也不用這個一般的肉雞呢 對啊 我原本以為你要加火雞咧 火雞太大隻太貴 本單位買不起 吃太貴喔 肉雞呢 太小 不斑 肉質做雞肉飯也不好吃 所以我就取中間 就是用防土雞 沖個水 雞皮拿掉 取出來的雞皮呢 不要丟掉 等下就去練湯頭 很多人想說 那奇怪 它不是用 喝一個醬油嗎 這個醬油是有湯頭的 那你會想說 啊這樣子取出來的雞油啊 能不能拿來練油 可以 這有個中間骨 很重要喔 進去 中間骨旁邊摸 這有個軟骨 摸到骨頭的時候呢 你就往外剝 這邊會有一隻骨頭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沿這個骨頭 把它劃刀 用剝的方式 稍微把它拉一下 壓 壓 這樣應該不會太難吧 這就是一個雞油條 就出來了 這樣子我能不能連骨頭 之後直接下去煮呢 也可以 不過我今天呢 教你的是把它分開 骨頭去熬湯 它需要時間 肉 我需要它不要那麼的硬 讓它軟嫩一點點 所以兩個時間是不同的 現在是水 幫我把蔥跟薑片放進去 等於是蔥薑水啦 去腥用 雞骨架跟雞皮就把它放進去 不需要汆燙喔 煉高湯 你就是整體就這樣下去 我今天教你一個 非常好用的煉雞油的方式 你不用擔心說 煉這個雞油啊 或者什麼會油爆 你買的這個雞油 是裡面有一些像脂肪啊 有的沒有一大堆的 把它洗乾淨 立一下 放到你的內鍋裡面 然後去蒸一杯水 煉出來的就這樣子 黃澄澄的這一碗 底部一定會有一些雜質 那個雜質就不要倒進來 不要煉完之後 你就放在那邊 你老公不知道就拿去原地 低雞精就喝掉 它就完蛋了 他不是低雞精喔 這個動作都不會做的人呢 其實也很簡單 老闆你幫我把雞皮去掉 老闆你幫我把肉取出來 這麼方便嗎 這麼方便 有時候不會的 我們就用嘴巴就變會了 我們這樣子 玩刀玩那麼久 拿刀拿得久 一般的家庭腦肯會這樣子做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做呢 影片才夠長 喔是這個原因喔 直接煉湯 煉多久呢 我覺得至少要半個小時左右 為什麼要半個小時呢 讓它湯苦的味道出來 新鮮的紅蔥頭 你就稍微洗一下 洗完之後 你會放到那個紅蔥頭的皮 也濕濕的 你會比較好剝 剝完之後你就把它擦乾 你就是逆紋切 把它切成像圈圈這樣子 還有一個是 你可以在這個裡面稍微抓一抓 讓它這個圈圈跟裡面 一層一層的啊 有點開掉 有沒有人直接買紅蔥頭酥 也可以 不過你就少了這個 雞油的香氣 不用雞油 沒有用豬油 雞肉飯放豬油 對啊 聽起來就嗯 我能不能不要雞油 我能不能用那個一般的 大豆油 橄欖油 可以把它倒出來 其實這個雞油練好之後 你可以把它放涼 把它再結合在一起 放到罐子裡面 隨時要拌麵 隨時要淋青菜 你就把它放上去 倒進來之後 現在雞油只有一點點的溫度而已 你就把這個紅蔥頭放進來 雞油是用蒸的 所以這個油脂裡面會 多多少少一點點的這種水氣感 邊紅蔥頭注意的是什麼呢 它的溫度控制 像這樣是不是水分很多 這個時候 你就是用大火的熱度 把這個水氣逼出來 炸這個紅蔥頭最怕的是什麼 旁邊這邊焦黃 火苗是這樣往外形的 所以最外圍的溫度會更高 溫度起來之後 產生大泡泡了 你會覺得手這邊溫度比較高 你就轉成中火 紅蔥頭酥就是 不要太高溫的溫度去炸它 這鍋湯的部分呢 你看溫度一直上來了 它會有一些雜質 你就把它撈掉 撈雜質喔 不是撈湯喔 不要撈到最後只剩下半鍋而已 小火讓它煮個30分鐘左右 讓它熬成高湯汁 再把這些料頭把它濾出來 濾出來之後呢 再來 泡雞胸肉 它有一些泡泡呢 就正常的 雞油本身有一些蛋白質 所以會比較多泡泡 來這邊就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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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這樣來不及的時候呢 怎麼辦呢 來個大碗 就把它濾出來 這樣會比較快 一定要抖 為什麼抖一抖呢 讓它跟空氣結合 上面的這個油啊 才不會一直在炸 一直在炸 溫度一直很高 然後它會越來越酥脆 撕個3、4張的廚房紙巾 因為我們需要讓它 涼得更快 越來越酥脆了 有沒有 像餅乾了 然後顏色再深呢 就扣掉了 快速的把它撥開 這個很重要 看起來像餅乾一樣 欸 下幾歲啊 27樓 快27樓 它27年來 炸過最漂亮的一次 哇 你怎麼這樣講 說真的 你不常做的話 連師傅有時候都會失敗 顏色有時候會不夠 或跑掉 它這個真的是剛剛好 再多一點就不行 你看這個 香到不行 哇 喔 香耶 就是這里的啦 10分鐘 下課時間 我們去上課廁所 再會高湯就好 LADER 時間到了 又要來上課了 高湯也差不多了 來 我們持續都是在中小火左右 把全部的那些撈出來 有雜質 把它撈光 留一些什麼油啦 有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個沒有什麼差 這些薑啦 蔥啦 為什麼要撈起來就是 蔥你當你煮過之後呢 有些雜質會在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拿掉 這樣會有成油 當我的肌肉泡進去之後呢 上面會有一點油風 就是溫度會控好 加一大匙鹽巴 主要就是讓它水有味道 拉一下 讓鹽巴融化 現在還是沸騰的狀態下喔 肌肉一片一片放進去 因為我們今天雞胸肉的厚度 不是太厚 盡量讓它分開 不要重疊喔 現在目前呢 還是開火的狀態 現在雞胸肉進來之後呢 它大約差不多在 80度 90度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讓它稍微再 煮一下它的原因就是 我要讓它的溫度再提升一點點 然後再來燜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說要殺菌 所以其實我溫度還會再讓它高一點點 這鍋邊有在冒煙的對不對 這個時候表示它溫度一直衝上來 關火 加蓋 以這個雞胸肉大約10分鐘左右 10分鐘我會再給它檢查一下 看它透了沒 這樣的雞胸肉它就會水嫩 10分鐘後 我們再回來 10分鐘到了 來 打開 好 你看這溫度還很高 對 就冒著煙 你看這個油風 這邊就是沒有煙 你把不會不會煙就上來 這個時候這個檢查它裡面熟透了沒 你可以這樣擦一下 看有沒有紅色的血水冒出來 最安全的啦 就直接下來撲啦 光這樣吃就很好吃了 那幹嘛來做雞胸肉 主題我們今天主題 主題主題主題 第一個 你要讓它維持這麼嫩 包起來 只會包起來就放在袋子裡面 或保鮮袋什麼 都OK 馬上起速的讓它降溫 就是泡冰水 就可以放在冰箱就是嫩嫩的 另外一個你就是把它直接放涼 不要再去沖冰水 你這樣子是熱的 你如果直接泡到讓它是冰水裡面 熱脹冷縮 它就會把那個冰水的水吸進去 挑最後的去檢查喔 哎唷 哇 漂亮欸 有沒有看到 湯汁整個冒出來 流口水了 你可以放涼再去手撕 因為我們再放涼 我們又要下課了 太久了 所以我們直接就手撕 熱熱撕會比較好撕還是冷的 熱熱撕快快好 哦 叉子 壓 先壓 就把它剝開 剝開完之後呢 你看是不是一絲絲的 對 把它拉開就好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叫 叫噴水雞肉飯 你看 都是水 都是湯汁 這個人就低調 所以我不會取 噴水雞肉飯 那你會取什麼 瀑布雞肉飯 浮誇 就這樣子剝一剝 剝成絲狀 那我上次去吃的時候呢 它有切塊切片的 口感也會比較好 所以兩種好了啦 分享給大家 鯉雞要不要一起用 鯉雞跟這個會不同口感 你可以鯉雞留下來 幫你的那個雞胸肉吃 它的這個絲的部分 中間有個筋 這邊是這樣跑 直線跑 這邊是這樣子跑 就切後片 五片好了 我們去拿飯 來組裝 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滷汁 用這一鍋湯 這個就是把油撈掉了 欸 露一塊 欸 好像撈到金魚一樣 你剛剛在撈什麼啦 沒注意到 沒有了 這個醬就是你看你要調多少 你自己去搭配 欸我這個醬我要調多一點 我後來要淋一些青菜什麼那個 都OK 青菜也可以 淋有點像滷水這樣子 滷水有時候太專業了 就是滷汁啦 糖一定要加 那為什麼加糖的原因就是 我沒有加味道啦 我特別加的 魚露 增加魚的鮮味 那個魚露會鹹喔 所以跟這個糖去做中和 另外一個你看滷汁是不是有顏色 對 就是醬油 有一點鹹 很甘甜味跟顏色的搭配 顏色我們就漂亮 對不對 很像外面賣的欸 組裝 搭配 池上 然後搭配 嘉義的 養殖雞肉 防土雞 雞絲放上去 而我們會多一點 我們這家瀑布雞肉飯 料都給很多 雞胸肉 上面好了 已經蓋住了 這時候就換滷汁 一匙 就這樣淋上去 所以有時候夏天 為什麼吃得下的原因就是 這一匙的那個滷汁 你就這樣拔飯用 你如果調鹹 這個你會膩口 不用多 小黃瓜 我們的靈魂啊 這樣一匙 金色的雞油啦 老烏 瀑布雞肉飯 完成 開張 開動 兩碗 一碗就是切肉的 你有吃過切肉的嗎 有 但是我在家裡才吃得到 今天就讓你在台北吃得到 雞肉飯乾杯 啊不行乾 乾了就要把它吃完 你真的假的要乾杯 沒有沒有沒有 喔沒有 紅紅頭很粗脆耶 在台北開一下 那台就排到 排到林生北戶 正常叫噴水雞肉飯 瀑布 瀑布雞肉飯 嗯 八個小黃瓜 這個古早味 再點幾個小菜 這滷汁就真的不能太重 太重你完全會搶到 雞肉本身的那種鮮甜味 有沒有想說你加魚露啊 會不會味道會很重 欸不會耶 魚露不能重 你如果重的話 它變態勢了 它就等於像你在點味素一樣 點一點香氣 是我自己的配方 豬肥耶 嫩到不行 你剛剛說 你要開店 可是你的配方都給別人了 就你們自己開啊 不能給我用瀑布雞肉飯 也不能寫 無師傅的雞肉飯 其實我們這個單元 幾乎就是叫它怎麼做 還有一個就是 不要問我 開店的份量 自己去研究 我們這個頻道的初衷啊 就是一個保留傳統這個美味 因為畢竟你看 你可能過十年二十年 你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你的隱私文化的改變 你可能就看不到這道菜了 所以我就希望 我們可以一直做這個 台灣美食料理 可以繼續把它這個傳統美味留下 沒錯 是 我百年之後 你還看得到我的影片 對 百年那年可能 傳下去 好不好 繼續傳下去 我們的傳承精神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叮噹叮噹 人們